新书快报 有三个高中死党 想要尝尝女人的滋味 穿着西装逛风化场所 却偷积不着十把米 这三个死党恼羞成怒 互相指责 吵得忘我 连黑道都不放在眼里 这样荒谬但是有趣的情节 其实是出现在动画家金敏 他早期的短片的漫画集 梦的画史当中 为您请到了大块文化的编辑 林怡君小毛 来为我们介绍 小毛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这本书是金敏的短片漫画集 好多篇情节都非常的明快动人 而且是多组人马同时进行交叉 我很想用吵闹的闹这个字来形容 如果在这种吵闹型的这种漫画当中 挑一篇你觉得最喜欢的 你会挑哪一篇呢 我可能会挑客人这一篇 它其实就是一户人家 爸爸妈妈儿子妹妹 然后他们其实很高兴地 终于搬录一个 就是便宜买到 但是非常好的住宅 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 其中必有鬼 这还不是说假的 必有鬼是真的有鬼 对 你今天真的知道一个便宜的好房子 你很难放手 所以爸爸妈妈对于小孩子 开始遇到一些很奇怪的现象 一开始失落无睹 接着就是有各种奇奇怪怪的 灵体什么东西会发生在他们家 一直到最后 爸爸还是假装那个眼不见为定 甚至还请人贴了一个服务 想说这样子就可以 掩耳盗铃 假装家里没事发生 还邀请了同事来打理同欢 然后最后就发生了一件大事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不管是从他叙述故事 或者是里头的分禁 一直到最后你去酝酿的那个高潮 其实精细跟纤细 那我觉得是很难得的 其实我们会介绍金敏的短片漫画集 其实他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看过了金敏的动画 实在太精彩优秀了 那我就会很想从这个漫画里 找一些跟他动画有关的事情 但是我发现说还是一样 就各种不同的风格 能不能讲讲说 哪一篇的风格 是跟金敏的动画是最有关的 或者是最让你意外的呢 金敏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动画导演 然后他在九年前过世了 那他其实留下的动画作品也蛮少的 比如《蓝色恐惧》 《千年女幽》 《东京教父》跟《盗梦侦探》 尤其他最后一部作品 《盗梦侦探》非常重要 大家可能都知道 另外一位非常有名的 画家叫《大有克洋》 那像《大有克洋》的 动画作品老人Z 那其实金敏那个时候 其实担任《大有克洋》的助手 他其实也有参与 所以像书里头 有一部就是老奶奶 其实在疗养院 已经有一点神志不清了 结果护士因为 就是没有锁好病床 发生一个其实也很荒美 有点像高桥流美食 那种感觉的风格的东西 最后老奶奶却沉着这个病床 一路冒险冲到海边去 我觉得像这个 其实就跟老人Z 其实有一点相呼应 那当然有很多 其他优伟的地方 在不同的漫画短片里头 也可以看到 我看到金敏的《梦的画石》 这个短片的漫画当中 动作很快 又非常有趣的漫画 就非常高兴 可能我比较幼稚吧 但它其实里面 还有很多风格迥异的作品 有科幻的 有恐怖的 也有温馨的 有没有哪一个题材 是让你最意外的呢 这一个短片漫画集 它把所有金敏的漫画作品都收起了 除了一篇 它跟大有克洋合作的作品之外 这其实是非常难的 那因为其实它的漫画作品也不多 因为它后来进了动画生涯之后 它就开始成为动画师了 九年前过世之后 就出了这个纪念的版本 也非常的珍贵 那里头只有一篇是古代的作品 叫做魏罗 它其实讲的是一个走下叛变 然后有一群 它当然就是那个主军 带着它的部下逃进山里头 后来它慢慢发现 其实好像在这个茂密的丛林里头 追逐他们的不是只有叛军而已 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奇异的生物 那这时候就会有 魏罗魏罗魏罗是什么 一直到最后 大家终于知道魏罗是什么的时候 其实又一番 还蛮激烈的争斗 以及其实结局的发展 还蛮令人意外的 金敏是一个 所有东西都自己来的动画导演 那我们知道其实动画是一个 非常耗费功夫的一个产业 那在魏罗这篇里头 你就可以看到它那个精细的程度 不管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个故事的有趣 跟奋进的流畅之外 它在画这个古代故事里头 它们身上穿的那个甲皱 还有一些小地方 比如说那个主角 它一开始它带了几把刀 直到最后它手上已经没有刀了之后 它是怎么样去应付 第一次看的时候 很多读者 你为了追情节 你很快就会追过去 可是你如果仔细看 你看到它画深夜的山跟森林 它那个亡点的使用跟处理 其实它把那个东西画得像水墨一样 这个真的是非常惊人的 明明就是金敏很久以前的这个短片漫画 想一想好像变得像是真的看一个电影 或动画的感受 那我们今天会听朋友介绍 其实是非常有名的日本的一个动画导演 他已经过世了 叫金敏 早期的一些短片的漫画的集结 叫做梦的画石 那像我们这些金敏的粉丝们 就很希望在这个梦的画石里面 从他的早期的漫画来找找 有没有一些跟后来经典动画有关的东西 那我找到的是很多的构图 例如说在那个战争场合当中 这些破碎的残骸 到最后会汇聚成一张人的脸 那你在这本梦的画石里 有没有让你找到一些精敏很厉害的地方呢 我在这边比较想跟听众分享另外一个点 是可能只有编辑的特有的privilege 就是因为我们需要重复反复的编排 所以会有时候就是你要看很多特色 你会看到比一般读者看到更多的 这一般话有个特点叫做撞声 就是说你今天打人的时候会有pang一声 你今天东西掉到地上会有pang 或你踢东西就会有很多撞声 而且你有很多速度前他就要夸张嘛 那在处理精敏的装声词的时候 我们通常就是我会找另外一个漫画家 针对他今天打人有pang 他今天机器有pang这些 我都会请他另外 他原来日文怎么写 我们中文就去写 就是他的样子要符合 风格都要符合日文字那样的手写字 然后我再会再把它放进了画格里 我不能去破坏原画面 那我们前面其实已经做了很多书都是这样 也都蛮成功的 然后效果也很好 就读者之间有很大的好评 那但是我今天在做精敏的漫画的时候 其实就发现 有的时候我找不到地方放进去 也就是他每一个画格 他那个饱满 他原来就是设计过 大家都不要觉得这个pang pang pang 是一个好像随便你有可以 没有也可以 不是他每个画格都是已经这样完整的 很多时候我是没有空隙可以放的 你如果再去看一遍 你发现如果有画格旁边 就是我没有放中文手写字 我是用夸号放在画格外面 也就是那一个 我其实真的找不到地方可以放 给你这样一讲 我又开始怀念起 我在看动画的精敏的时候 那种全然的臣服跟满足的感受了 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一定没有看过精敏 建议去看一下 而且你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说 他的配乐也非常的精彩 那讲到配乐就要讲到 他一个长期的伙伴叫平泽静 那这本书在最后还特别收录了一段文字的 平泽静的访谈 他眼中的精敏有什么特殊的魅力呢 我如果听众你不知道精敏是谁 其实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其实我们都超羡慕你的 就是因为对我们这些已经看过精敏动画来说 因为他导演九年前过世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再看到他的新作品 但有多么的垂心感 所以其实我们这次新作有一个很大的catch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不到他的新作 可是你可以看他的漫画 可以让我们有一点寻机回去看他最初 他是怎么样去打磨他脑中那些想法 他怎么会成为后来的精敏的一个状态 那刚刚本提到平泽静 就是其实这个书他有简体版 但简体版就没有收平泽静这一篇 身为精敏迷 我就是一定看到原来有这一篇 真的太宝贵了 因为说实话 你怎么可能现在再去访问到导演呢 不可能 所以其实平泽静这一篇 我们就一定是就是另外又付费 把它买下来翻译收入这个里头 他讲了非常多 我想各位有机会就去翻翻书看一下 精敏他知道他得死医障碍 他生病之后 他其实有各种的安排 你其实会觉得说 这不是一个生病人该有的态度 但他居然就是可以把他的身后事 他的所有东西 他怎么去对待他的工作 跟他要离世前这一期 他都安排成这样 其实精敏过世的隔天 他有个官方的部落格 刊出了他的遗书全文 非常非常的长 那其实那篇遗书就是 我每次开始每次掉泪 其实我本来很希望把这个遗书 也收进书里的 但是因为就是 没有得到日放的书 就很可惜 可我真的非常推荐 那导演在那遗书里头 讲的是巨细迷 还有他怎么看这个动作 那你可以感受到他的那个 他真的也是不舍他的作品 做到一半留在后面的 那个各个方面 还有他的心境转折 就是他在死之前 他还费心写了这么一大篇 然后在死之后 在部落格上刊出 就是跟平泽镜里头讲到这个一样 就是你从这里可以看到 他真的很伟大 然后你也有点舍不得 他就是这么拼这样子 去燃造他的生命这样子 各位就可以理解 他的动画作品有多么的不容易 以及这一本梦的画石 他是多么的珍贵 还好我们有平泽镜的访谈 还有就是金敏 他过去的一些旧的漫画 可以让我们 还可以继续的回味一下 如果听众朋友 真的没有看过金敏的话 真的非常鼓励你去看一下 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评论是说 当好莱坞 还在迪士尼梦幻公主的时候 日本的动漫 就已经带我们上太空了 这是非常大的差距 金敏就是其中一个代表人物 今天非常谢谢 大快文化的编辑 林怡君小毛 来为我们介绍金敏的短片漫画集 梦的化石 谢谢小毛 谢谢 听众朋友如果想要重复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或者说呢 你们只听到了一半 想要补足的话 我们现在在手机的podcast这个app上面 已经有新书快报的频道咯 欢迎您去下载app 订阅我们新书快报 我是周翔 下次再会